从掌握了郭子兴的部队到最后称帝 这是朱元璋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我给他总结 我就说这是朱元璋人生一个努力提升自己的事情 这个努力提升你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一方面他在努力提升自己的事业 面对面对最后他当皇帝 他在努力提升自己的事业 这个好理解 但在这个背后我们要注意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朱元璋也在努力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不提升他的能力素质 最后恐怕事业大了 他就驾驭不了了 所以史书记载这个时代 朱元璋非常爱读书 特别是喜欢读史书 还愿意引荐人才 发现人才 喜欢和这些读书人知识分子接触 而且他身边开始聚起一批谋士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李善长 朱生 还有一个人 大大的有名 刘基 刘伯温 也是在这个时期投靠朱元璋的 也是在这个时期投靠朱元璋的 朱元璋的身边已经聚起了一批谋士 这些人为他打江山出谋划策 朱元璋之所以后来能走到那一步 就是在他事业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一直在努力提升自我 这个是很关键的 事业做大 自己能力素质同步提升 让自己能力素质的提升 和自己事业同步 他才能最后走向成功 如果朱元璋还是当年那个 那个要饭的水平 刘伯温这种人凭啥投靠他 给他打下手来呀 真有能人 人也不上你这来呀 人瞧不起你呀 你能让这个能人认同你 说明你那个本事 那就相当不低 这个过程 朱元璋是在努力 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的 所以他天天读书啊 读史书 以史为鉴 事业迅速做大 能力同时提升 所以后来才走得那么高 那么我们今天以史为鉴 反思一下当下 我就觉得很多人 事业后来做不上睡 甚至滑坡 可能跟这有直接关系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家 一开始买卖做的也不错 工厂干的也挺好 事业做起来了 家里有两千千千之后 学习了吗 有钱旅游了 有钱赌博了 然后有钱换房换车 包二奶了 这一通俗 不够他嘚瑟的了 对啊 太怕被一次没来过 我的课都不听 那你还有前途 是不是 你看朱元璋人家是 通过努力学习 能力素质和事业同步增长 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这是朱元璋人生第二个时期 到1368年 他正式成为皇帝 又打败了元朝 统一中国 然后就涉及到 怎么管理国家了 这一年 朱元璋是正好40周岁 不算大吧 40周岁 当了国家第一领导人 不算大吧 你在考虑他出身呢 18岁还要翻呢 对不对 20多岁才从庙里出来 这事业发展得够快吧 20多岁才从庙里出来 才还祖 参加郭子星起义军 40岁已经成为 国家最高领导了 用了不到20年时间 从一个要饭的僧人 变成了国家最高领导 太快了 这种成功的速度太快了 然后我们不仅就要质疑啊 你说朱元璋能力素质提高 他提高的有那么快吗 现在他当皇帝 他有当皇帝的能力和素质吗 从后来他当皇帝的经历来看 老朱真有这本事 我们先说点用不着的 朱元璋能力素质提高 我们从一个侧面 你能感受到这个人的水平 当年没受过系统正规的教育的朱元璋 后来文学修养正经不错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贴春联 据说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 他喜欢这个事 所以有一年春节 朱元璋下诏书 得有点喜庆气象 虽然还在战争期间 还没有打败这个元朝 我们还在战争期间 但是春节了 得有点节日气象 怎么体现呢 首都南京家家户户 都必须贴春联 烘托一下节日气氛 皇上下命令了 家家户户这些都贴春联 然后朱元璋微服私访 在城里大街小巷看 各家春联对合写的啥 然后走到一家发现 门上没有对俩 朱元璋就不高兴了 这有抗旨不尊的 问问咋回事 陪着的太监 进去一打就回了汇报 皇上这家穷 这家穷 护主不认识字 没受过教育 然后呢 自己不会写 因为穷 花钱请人写的 又拿不起 所以到现在还没贴上 主人也正愁怎么办呢 不是有意抗旨不尊 朱元璋说 他们家干什么买卖的 以什么谋生呢 是杀猪 奸 敲猪 这东北主化都能理解吧 是吧 这个不易细解释 这个过程 是吧 就是给朱元璋做一种外壳手术 然后朱元璋这个 笔墨伺候 我给他写一个 让朱元璋现场逆词 就这两句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斩断是非根 前面这个上联说的是他第一职业 杀主 下联说的是他兼职 敲主 然后你看他这个最主要的 不仅写实 反映的是户主的身份 跟他的职业完全配套 关键是这两句话多么大气 这两句话多么大气 双手劈开生死路 你要不告诉说这是 这是图书家的对联 你能想到哪去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斩断是非根 那你想是非呀 烦恼啊 烦恼即菩提呀 你联想联想 你看这两句上下联 对仗不仅工整 而且这个含义啊 相当大气 所以古人评价 真是帝王的对联 真有帝王气象 真是国家大领导的 那个气派 他文学修养 你从此看出 不错吧 文学水平不错吧 十多年前 还脱拨要饭呢 十多年以后 能写出这样的春联 那朱元璋没经过一番刻苦努力 能做到吗 下面这是传世的 朱元璋的一写的一封信 一道圣旨 我给大家看看朱元璋的书法 没受过啥教育 字写的不差 当然跟历史上有名的 书法家的作品相比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但是作为普通人 毛笔字能写到这个水平 相当不错了 所以古代有评判书法作品的 学者评价 说朱元璋这个字啊 就具体笔划 那个运笔技巧来讲 很多地方有待遇提高 但他通篇的布局 和他那种流畅 而且有自己的风格 从这个角度来讲 已经很不错了 甚至跟书法家 也不差多少了 你想年轻的一个放牛娃 最后能 能字写到这种程度 他得下心思练吧 他得认认真认练过吧 就从这两件事 你看文学水平 书法水平 我们能意识到 朱元璋为了提升自己 是做过艰苦努力的 非常用心的学习 修炼过 这两点 我们举一个文学修养 举一个艺术修养 书法修养 这两点 对于朱元璋来讲 可以说都是没用的 跟他治果平天下 行兵打仗 统治天下 没有关系 基本用不上的 在这么一个用不上的领域 就是反映人的一个修养和层次而已 就是这么一个用不上的领域 朱元璋都能下心思去练 你想想 那么对于治果 统兵 他是不是得花更多的时间去锻炼 去学习 由此我们能看出朱元璋后来成功 绝对不是偶然的 他是真正的努力提升自己了 从后来朱元璋治果的方案来看 朱元璋不仅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应该说 在中国历史上 算一个相当称职的皇帝 我的评价 中国历史上四百多个皇帝 其中不称职的得占一半以上 就他不适应这岗位 他能力素质干不了这活 得一半以上 傻得疯的都不论 朱元璋不仅称职 而且我认为是比较优秀的 优秀的 优秀的 优秀的